喂 大家好 我是哲瑋 然後今天來幫忙有Ronnie跟Timo 就是我們這個專案基本上是以 回顧一下 1月的時候我們辦了一個叫坑竹小區的活動 那坑竹小區顧名思義大概就是 以坑竹為主的一個交流的專案 那其實從2016年大家也會好奇說 一個專案怎麼樣去描述 然後它的一些面向 所以早期也有一個叫BluPA的開放量表 它去描繪一個專案的歷程 那到了公民科技講述性的時期 甚至有一些籌措的資源 那這樣的經驗也發現到 在執行上大家都坑竹之間 或許有些經驗可以交流 所以開始這樣的一個活動 所以這邊很快介紹一下BluPA的幾個架構 那當然詳細的還可以去看一下BluPA的本 早期去開發的包括很進度的曲線 專案的生命週期跟它的開放的體制 那我們這邊就藉由它的一個量表 原本BluPA量表來把它改成一個 把這幾年觀察到一些特性 那這樣的一個量表希望讓坑竹去填 舉例來說它有公開性重用性複雜度等等 所以我們那天在1月的活動 我們就邀請大家去幫忙畫 就是你是一個坑主 或是你是核心貢獻者 那你覺得你的坑是在坑主團隊屬性 有哪一些角色參與 或者是你覺得這個複雜度 你自己做沒有問題 或者你要協同開發 所以就大家看到畫面 今天Rony跟Demo幫忙舉的這個海報 就是蠻多的坑主 當天幫我們繪製了一下它的整個體質的量表 今天就想要邀請大家來幫忙數位化這些材料 那這邊就很快看一下不同的專案 然後圈匯的地方大家就不太一樣 那所以這是第一類的我們今天想要做 那第二類的部分也是一樣 我們有嘗試讓坑主去找出一個最重要的項度 他覺得複雜度是最重要的 還是說他的坑主的屬性是最重要的 所以整個分布的位置 他覺得數位性很重要 那就貼在數位星那邊 那這裡是希望也可以保留在數位的整理上 也可以看得到這樣的項度 那最後第二個想要整理的會是一個 也是另外一張海報 那就是以困難點這個命題來整理 基本上它有一個架構 還有一些人員 那不同的人員在不同的專案階段 會遇到一些不同的問題 不管是找人的問題 甚至是制服器的錢要怎麼樣籌措 所以當天也有一個海報 所以也是希望今天邀請大家 一起來把它數位化 都還沒有數位化 所以可能先做的是把它照片 影像化之後再看 怎麼樣找一些工具把它分打起來 那詳細的內容可以在今天的 專案列表上面有一個共筆的HackMD 那在上面可以大家累積一些 例如說數位化的工具選項 例如說用心製圖或者用什麼方式等等 那以上是我們的報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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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